最近在网上总有这么一群人,他们在讨论目前的人类是地球上的第四代,当然也有说是第五代的,为什么会这么说呢? 因为他们根据一些影视或是人类发现的一些线索,进行大大的科学猜想,比如说在非洲发现了史前的核百应堆, 最相关方面的专家说这个反应对到使用参数,在某些方面,比人类现今用的都要高明,还有就是在埃及发现了现代科学的产物, 但这些东西是几千年前,甚至于几万年前留下的痕迹,所以就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认为现在的人类,曾经有和那些高级文明一样,可以阵地穿梭在宇宙当中, 只不过因为人类与外星人的作战当中实力,被他们流放在了地球,请输入图片描述,那么,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有多高呢? 我想这种猜想是存在的,不然哪些超越现代的科学技术怎么解释,要么就是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,曾有外星人到绑过地球留下了他们文明的痕迹,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时空错乱? 未来人通过冲动回到了过去,利用现代科学建立的那些,亲爱的你们怎么认为呢? 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人类过去未来的猜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